尊敬的最同修 最后法 大家朝上祈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静静佛二 进入第二天 等一下下午 我们又做一个总结的回向 希望我们借这个念佛的姻缘 把这个功德回向虚空法界 回向累积因亲在主 回向我们过往的父母 家亲建属 能够蒙阿弥陀佛 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希望我们祈求世界和平 澳大利亚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也祈求这个世界 疫情能够化解 希望一切众生能够 获得名号的功德利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办 精进佛二的目的 都是以大众而获得利益而办的 所以过去 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当中 常常鼓励我们 要以大众为利益的 不要处处想着就是自己的利益 不但不会获得利益 只是增加自己的胎育 增加自己的贪婪 增加自己的欲望 最后痛苦烦恼还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这样的鼓励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应当要效法 应当要学习 今天我们学佛 就是以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行 阿弥陀佛的心 作为我们的行使 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相依 昨天呢 已经为大家介绍 如何修行的方法 得身比过 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你要具足什么样的条件 你才能够得身净土啊 昨天呢 昨天已经为大家说得很清楚了 佛在弥陀经 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善跟福的因缘 得身比过 我们不能缺乏 缺一不可的 你必须要记住 但是啊很可惜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偶一大师啊 在弥陀经药节不是有讲了一句话吗 他不是讲了非常的感叹啊 偶一大师怎么说呢 他说啊 这样殊胜的法能医道乐 却是善跟少 福德少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善跟少 福德少 善跟少的原因 就是你半信半疑啊 你没有真的真信 今天如果我们真信啊 你早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了 还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昨天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有两种人 第一个是以业力为来的 谁者业力来到这个世间 第二个是使命 使命都是佛菩萨的 承运再来的 那不一样 那大部分我们 在这个世间都是业力再来的 你们也是一步例外 我们不是承认再来的 你是业力再来的 所以善跟少啊 你没有真信 你那个信 你没有达到一个标准 虽然我们在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没有真信 因为没有时间为大家分析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 思维 去思考 我有没有真信 像师父常常也做这个检讨 你信佛了吗 你真信了吗 如果你真信 你还会照应吗 你还会随着自己的喜气 去处事待人觉悟吗 你还不真信的 真信的人不会的 真信的人天天 每一分每一秒 在一切处 一切时 不断的 都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 那个信 他的行为 他的援允 他的造作 都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 跟诸佛菩萨在一起的 那个才是真信了 而这个真信 只是类似的 还没是真信的 只要到西方极的世界 你才是真信的 所以 念佛说容易就容易 说难它也是很难 什么叫做福德少呢 福德少的人 原因在哪里 不肯真修 不肯干 就是不真干 你老实听话 但是不真干 你有念佛啊 你真的 我听话 我真的 但是你没有真干 你还有断 今天念佛啊 明天不念了 今天修行 明天不修行了 你真干的人 每一分每一秒 在一切处 一切处 他真干 不断的改善自己 精进 启发自己的内心 这样才是真干嘛 所以偶尔大师说的好啊 真的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反省一下 我们有没有真干 我们有没有真心 所以 我们 师父上人也常讲 建道场 建道场 最主要的 不是以热闹 或者 香火鼎盛 为成就的 不是的 建立道场 最主要的 要如何来利益众生 而这个利益的最大的 第一的是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帮助众生 往生净土 那个是为第一的 其他的 就是助缘而已的 所以建立道场不是 不是要搞人 或者要来搞明文利养的 怎么样来利益众生 而这个利益最大的 帮助一切 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认识净土 让众生能够相信 这句阿弥陀佛 让众生能够相信 真的有西方解的自己 让众生能够相信自己 我能够成就自己 我能够来成就 菩提到位将来能够往生净土 那个才是建立道场为第一的 其他的只是徐远 祝远 像师傅 师傅在印尼道场有建立几个团体 比方说 孤儿院的团体 老人院的团体 一方面我们帮助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安心读书 像这些老人能够安心的 三餐能够不用害怕 但是最主要的只有一个 也鼓励他念佛 让他了解 人生是苦的 为什么受养这样的果报 没有别的 就是自己感召来的 赶快念佛 赶快到西方解的世界 不会再做这样的果报 这个也是为主 其他的只是办的 所以建立道场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今天主位同修大德 那我们今天 有没有真心 这个问题 师傅也没办法为大家解答 能够解答出来的 只有自己 如果今天你真信佛 你还会发脾气吗 你还会跟人家基督吗 还说人家的坏话 还批评人家 会不会啊 不会的 信佛 就是相信佛的教会 依教佛的教会 落实在生活 出世待人去物 这个叫做真信 如果你依你自己的习性 能不能往生 那是不可能 靠不住 所以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借这个因缘 来跟大家讲一讲 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 如何来成就自己 这个成就自己最主要的 就是念佛 往生净土为主 但是这个我们生活 事实上还要过生活呀 对不对 该上班 该赚钱 还是做一些杂物 处事待人觉悟 我们也不离开啊 而且在这个环境 不是每一件事 能够一方的丰顺 而且在这个环境 不是每一件事 能够一方的丰顺 而且在这个地方 也不是每一件事 能够随心所欲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称心如意的 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态 那个才是重要 那要如何来成就呢 将来才能够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过去 这个清朝啊 初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清朝初年 我们知道这个康熙皇帝 康熙呢 他的成就大约啊 谁为他建立的基础呢 后来称为千古一帝 就是很不很了不起的一个皇帝啊 确实真的很了不起啊 那在位六十一年 把整个清朝啊 把整个清朝啊 改变 带动了经济 哦 种种种的 可以说 在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那个经济最烦 最繁荣的就是在那个时候 不得了 哎 但是他的基础 这成就谁来为他基础的呢 就是孝川太后 顺至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 所以在旁边有一个老师啊 比什么更重要 你看我们在西方解乐世界 为什么成就这么快 因为你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 我天天跟观世音符这样 跟这些好人 周三三人聚会一处 而且每天都去参访 十方诸佛 你看哪来不成就的道理呢 那我们在这个环境你看 你没有老是在旁边真的 有时候自己走偏了 自己走错了 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你看那个 康熙有一次啊 犯了一切很大的过失 差一点了 改朝换代 就是说差一点亡国了 所以 经不起这种的 这种的压力 所以祈求孝庄太后 另选其他的皇子 来继任这个皇帝的国位 但是孝庄太后怎么说的呢 那个下面很重要的 那个下面很重要的 孝庄太后怎么讲 他说啊 你想要打败别人 你不要往外面去看 你想要成就自己的事业 你首先 你要先打败你自己啊 我们 你想一想尊敬的 这些同修大德 很多人一直想要追求 像有一些居士 刚刚结分的 常常打电话给师傅 师傅啊 我又想要追求 过那种幸福 快乐美满的生活 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我要从哪里开始 很多人往往都是往外面去追求 外面的追求快乐 是不可能得到的 因为外面都是假象的 他不是真的 你真正想要追求你的幸福 只有从你的内心而追求 你才能够得到 外面的欲望 是永远不会持近的 而这个欲望 会带来烦恼的 所以我常常最近在观察 人啊 最大的毛病啊 为什么会失败 比方说我们为什么 不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为什么学佛不能得到大自在 什么原因 那个内心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缺点弱点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的贪妄 欲望贪婪 造成了现在的情形 害多少人 自己的贪婪 自己的贪欲 搞到自己身败名利 家破人亡 害了这些 冥不了身 但是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你没有克服你自己的贪婪 自己的贪欲 以欲望呢 你怎么能够成就呢 所以你看 我们为什么众生 在五量节以来 没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因为博旋魔王知道你的弱点 明白你的弱点 用这种的方法来诱惑你 因为他最担心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雪梨 进宗雪味啊 大家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这个博旋魔王很害怕 恐惧啊 在他的统治下又少了几个人了 所以想尽办法来诱惑你 来干扰你 让你好好在这个六道轮回享受 受苦受灭 不要让你到西方极的世界去 想尽办法来诱惑你的 找你的麻烦 找你的弱点 从这个弱点的下手 来打败你 那那个孙子兵法不是讲吗 孙子兵法讲得很清楚啊 你想要打败敌人 用什么样 用敌人的弱点去诱惑他 让他心乱 没有主角 你就把他打 你会一定赢的 那今天我们要成就自己 先把自己 怎么样来克服 所以很多人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常常告诉一些同修 我们内心的魔杖 全是不是从外面来的 而从自己的妄心 从自己的分别心 而从自己的执着心 全部而现出来的 跟外面是没有关系的 是好关系没有的 别人怎么诱惑 外面的怎么样的干扰 只要你那个内心清清楚楚的 你不会被动摇的 六指挥人大师讲得好啊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你的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 你怎么会被这些外面的诱惑 而干扰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为什么被干扰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内心天天分分秒秒的 都是被外面的耳手干扰 而被外面的耳手诱惑 顶不住啊 所以随着业力到现在 还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 叫做磨就是降磨嘛 降磨就是降辅起先嘛 你要怎么降磨 你的内心的磨葬 什么叫做磨葬 你的磨葬是什么最大的 你的脾气 你的基督 你的称恨 种种的 这个就是你的磨葬 所以昨天不是跟大家讲过了吗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什么障碍都没有 那为什么现在障碍这么多 因为你心里只有磨葬 没有阿弥陀佛 所以很多事情 有时候想来想去 真的 讲经讲得好 还不如说得好 说得好还不如做得好 真的 所以 你要怎么样来 想 扶起先 想你的磨葬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这句阿弥陀佛啊 而且这句阿弥陀佛 是一切法的种式 什么样的法 最简单 容易快速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去明白 念佛 最主要的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提起我们的正念 用这句阿弥陀佛 在一切处 在一切时 在一切的境远 顺言也好 逆境也罢 那 你能够 舍舍不念 除此之外 只有这句阿弥陀佛 名号 那你的心 你的愿 你的行 你的缘语 将来你会有很大的成就 就算今生我们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你将来也不会躲在山土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这确实真的不可适宜的 你念念不离心啊 你这么好 走到哪里都是阿弥陀佛 看到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 看到一切事都是阿弥陀佛 处世代人都是阿弥陀佛 念念不离 人人却是阿弥陀佛 唯独自己是凡夫 你那个生活比任何人更自由 更自在更幸福 你要落实啊 不能凭我们的口在念阿弥陀佛 你的心也要念啊 你的口跟心要一致的 你不要有口念佛 心不念佛 喊破火龍啊 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每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遇到一些境界 怕被气了 口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遇到一些境界受不了了 斤斤计较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真的啊 修行说容易真的容易 说难也不难 关键都是在自己 你看那个郭罗酱 多好耶 你看郭罗酱的行驶 睡觉 睡觉 累了睡觉 起来了继续念佛 念佛 念累了睡觉 天天就是这样 呵呵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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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像这个黄打铁 黄打铁也是一样 他 一天不上班 一天不工作 那怎么生活啊 没办法生活 家里有养孩子 他有家庭 所以拼命的工作 但是你看他 一边打铁一边阿弥陀佛 也不会干扰 也不会去障碍我们的生活 也障碍我们的工作 只要有空 工作的时候去工作 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念阿弥陀佛 不是很简单吗 容易吗 所以不要找借口 哎呀 忙工作忙啊 其实我师父常常在想 其实澳洲的人啊 那个生活啊 比很多国家的好多了 好几百倍的 很多国家 你不上班 你老的靠谁啊 靠你自己啊 你年轻的时候 你要拼命赚钱啊 慢慢存下来 以后老的时候 我还有一笔钱养老啊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真的啊 很多国家是这个样的 你老的时候 政府有没有这关系 你没有耶 你看我们在澳洲 你看这么好 两个星期 政府啊 很听话 主动到 就寄给你到你的户口了 你也不用跟他讲 也不用跟他提醒 主动就给你了 这么好 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对不对 看医生 还有那个 有什么 Medicare 简保卡 你看多好 那什么都有了 你在其他国家 很少耶 你有这么好的姻缘 你不好好用功 你对得起这个国家 所以师父最近啊 常常常在想 一定要报佛恩 不然的话 真的 施主一粒米 大乳续米山 今生不了道 皮毛带脚 那怎么办 今天我所穿的 吃的 用的 都是死方来的 你不好好用功 来报佛恩 来报众生恩 那这样子怎么报他 做牛做马 来还人家 这个不是残了 所以 谁供养的一些 只要有机会 尽量去布施 尽量去供养 不要去存在太多 只要有机会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尊敬的 主义同修大德 在这个好的环境里面 你没办法成就自己 那真的太可惜了 要懂得应用 这个机缘 这个机会 不是每一个人 有像我们这样的 每一天拼命要赚钱 还要处理这个杂物 有种种的 老的时候要上班 你看那个新加坡 你看到那个餐厅 到机场 到一些那个公工人 那个工作人员 很多一些事情 都是这样的 都是老人家在上班的 所以 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最主要的老实听话 今天我就 就简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等一下下午 我们要一起来大会讲 大会讲之前 再为大家来 分享 下午又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 有一段经文 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来研讨 一起来学习 在这个地方 如果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抱怨 多多批评 多多鼓励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六十吉祥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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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